尊敬的各位来宾 我们的宴会即将开始 请各位稍作敬后 谢谢 他真是一表人才啊 难怪贝尔每次回来 都要体贴 真是今天的养父 因为跟贺贝尔都不合 贺贝尔呢 一看就不是个善事号 而且今天就请不下一拜 等到后边有场大戏有看 非常感谢各位参加附家和贺家的 商略战略合作的宴会 在我们宴会正式开始之前 先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主角 让我们掌声有请 好 好 太赞了 太赞了 多谢 二家公司的合作 最近已经成为了财经圈的典范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负责人 她们也是如此的郎才女棒 接下来将是我们最重要的环节 稍后也将有一个更加惊喜的消息 要跟大家宣布 在这个环节开始之前 我想邀请我的一位好友上台 知夏姐 有请知夏小姐上台 我在国外多年 也没有什么朋友 难得跟知夏姐你投缘 我想邀请你以共同朋友的身份 来见证我们重要的时刻 好 那请工作人员送上戒指 也有请我们知夏小姐 为他们递上戒指 第一次心跳感觉 无所委屈什么永远 一些互相孤立 最简单的语言 初恋的结尾 一点都不美 流失的岁月 心酸在作祟 所以只能怀念你沉醉 初恋的结尾 有遗憾才是美 只能欣赏的境界 放心里面 回忆苦苦万味 沉默得很安心 还有我跟泽衣订婚的消息 也会在宴会上工作 初恋的结尾 一点都不美 现在请女方 或男方 陪她接着 大女儿 所以只能怀念你沉醉 初恋的结尾 有遗憾才是美 只能欣赏的境界 放心里面 回忆苦苦万味 沉默得很安心 好的 现在两位已经完成了交换戒指的仪式 那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的是 双方企业的董事长 好 好 好 那我先下注 招什么急啊 直下注 今天你公司合作 又是你的订婚业 你拉着我做什么 非常感谢这次能来参加宴会的朋友 尤其要感谢这次宴会的负责人 景之下小姐 知下姐 谢谢你 因为你全心全力 才会有这么完美的宴会 别过来 真是谢谢你 那我先下台了